12号美国宣布给予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公民免签证待遇 26号台湾副总统吴敦义在2012年台北国际旅展上再次提起免美签 11月起正式实施 10月2号美国宣布给予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公民免签证待遇 26号台湾副总统吴敦义在2012台北国际旅展上再次提起免美签 11月起正式实施 中华民国只有23个邦交国却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给予免签证待遇 反观大陆有171个邦交国却只有20多个国家愿意给予免签 相较之下激发了大陆民众申请中华民国护照的想法 去年台湾外交部部长信箱接获大陆民众询问申请护照入籍的邮件有42封 而今年约有420封数量暴增10倍 陆陆续续这一年来我们大概收到400多询问的案件 最近稍微比较多一点 最近大陆网站流传一个说法 那就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国家固有疆域包括大陆地区 依此推理 大陆居民既然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依法可以申请台湾护照 一位大陆民主人士向金唐人表示 许多觉醒的大陆民众开始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执政党是否合法 贪腐横行 社会不公 贫富差距随属可见 觉醒的这些人在追求根源 那么现在民族开始开启 很多历史真相开始还原 既然中华民国是合法的 那么中华民国的宪法上 他就应该承认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 我们向中华民国政府申请护照 是合理合法的事情 他还表示 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不值钱 也是大陆民众想申请中华民国护照的原因 有一句笑话 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使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 是免签以外 其他都不是免签的 反正说让我们冒险 这个观点反映的是 民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政权的死亡 还有大陆人士向新唐人询问 如何申请台湾护照 并表示希望孩子在海外接受教育 不过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依亲和结婚等方式 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之后 才能办理护照 这对大陆民众来说并不容易 独立评论员 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分析 要求取得台湾护照事件 充分表现了大陆公民的聪明和睿智 也是对中共当局最大的讽刺 和无情的打击 同时也给台湾民选的马英九政府 作为实施民主的一个政治考量 不过这件事可能成为台湾政府的烫手山芋 张健则认为 不论护照是否给予办理 如果台湾总统马英九应对巧妙得体 必然得到国际的加分 也等于是大量的中国百姓 在给台湾政府背书 张健认为台湾政府如果能看出世界民主潮流 包括将来中共必然灭亡的结果 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所重视